台積電赤資120億美元 在亞利桑那鳳凰城設立的晶圓廠 正在興建當中 預計2024年量產 首逼計台進場的遺跡典禮 美國總統拜登也會親自出席 中央設計者走訪台積電廠區周邊 十幾分鐘車程左右的社區 有剛剛興建完成 台積電員工入住的公寓 也有建商和投資人看好 正在施工的住宅區 台積電來到美國設廠 刺激著美國地方經濟的發展 記者身後這片建案 就是正在興建中的這個住宅區 有許多投資者看好的 這個台積電廠房附近 會有一片新興的外來的 包括台積電員工 下游廠商的協力廠商的進駐 刺激著這一代的經濟繁榮 包括了餐飲業 包括了連鎖的各個集團 也都來進駐這個區域 Oh I think it's great I mean it adds more jobs it brings the value of the houses up The more workers that come out here the more expensive our houses are going to go This area is really nice for TSMC employees because it's 15 minutes away from the actual office Also this apartment is right outside of a coffee shop and a gas station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陸陸續續呢 隨著這個越來越多的 這個台積的員工 還有家屬 還有協力廠商的入住 在北鳳凰城這邊 那我相信呢 在未來的一兩年 都會在北菲尼克斯陸續的成行 所以呢我們州長說 那個Dr.Ducey說小台北 我想說是指日可待 可能就在進未來的大概一年之內 可能就會慢慢的出行 除了房地產 餐飲業心情向榮 來自台灣的金融服務業 也在今年六月擴大版圖 台灣銀行六月二十一日 設立鳳凰城代表人辦事處 曾任財政部長的台營 董事長呂潔成 親自赴美主持開幕酒會 加著台積電的周邊效應 台營在這裡設立辦事處 服務台積電及上下游廠商 當時許多地方政要都出席 可見當地對台資半導體產業 煉了重視 中央世界的林鴻翰 鳳凰城報導 請親自營祭